東美終須一戰 先來談中國的一個狀況 過去40年來 中國的經濟逐漸起飛 起飛完之後窮兵獨物 現在中國擁有全世界排名 第二大的海軍 但這個陣容真嚇人 航空母艦三艘 動物萬頓大區有八艘 未來還有四艘 還要繼續建造 然後目前他們動拐五帶頭的 兩棲登陸艦高達十多艘 所以對於拳頭來說是夠的 但萬事皆被只欠東風 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個道理 目前外國的媒體就評判 中國如果要在任何一種情況之下 要攻台一定要有個理由 目前理由有三個 第一個是台灣獨立 那台灣獨立呢 先跟各位談了 這件事輪不到我們來說話 因為是由中國來做發言 各位還記得目前台灣的定位 目前台灣的定位是李登輝總統 之前所說明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然後後來蔡英文總統 也沿襲了這個策略 所以蔡英文總統的說法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七十多年 但中國自從習近平上來之後的 告台灣同胞書 他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你台獨也是獨 華獨也是獨 只要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通通是獨 所以這個定義由整個大陸來說 第二個歐美承認台灣是國家 那目前呢對於美國來說 他就是打擦邊球 美國我從無意改變現狀啊 但是呢你要武器 我趕快給你 你缺疫苗我也趕快給 你需要科學的技術 我也趕快給 所以美國在清晰跟整個 所謂的模糊之中 是在打所謂的一個擦邊球的 那第三個 第三個是美國最高政治人物訪台 各位還記得吧 就在今年八月份就一次了 但現在中國跟各位說 這麼多的軍人 這麼多的武器 這麼多的戰艦 這麼多的飛機 怎麼辦 練啊 所以空中的話 不管是台灣海峽 不管是西南空域 甚至於東南空域 飛機每天都在飛 但這兩天 這兩天中國的潛艦 中國潛艦真嚇人啊 中國的潛艦呢 因為他們從過去到目前 他們的編號都沒有消失 所以把中國潛艦列出來 挺恐怖 怎麼說 他們目前單單傳統的柴油型 跟新型的整個所謂的核能型 加起來七十多艘 七十多艘 單單潛水艇七十多艘 那七十多艘呢 最近他們就說 要遊汛轉戰加大力度 這就是剛剛又齊所說的 他們就把正式擺開 但是正式擺這麼開 先說 揮空氣啊 揮空氣 沒敵人啊 中國目前他們在對外的戰爭 贏過兩次 1950年打韓戰算是平手 但平手算是慘 算慘慘啦 因為人口人死的非常非常多 第二次是在越南戰爭 1950 1970 距離現在都是50年前了 但打海戰 1895年啊 各位那是100多年前了 所以這麼強大的一個海軍 有沒有實戰經驗呢 目前來看是沒有的 那沒有海軍 可是他們的武器 是一樣一樣在推啊 各位還記得 美國剛亮相最新的武器 對不對 中國也亮了 這個叫轟20 即將要亮相 那歐美在分析呢 這台轟20也有內容 為什麼也有內容呢 目前他的實力架構 大概是等於B2改良型 大概是美國20年前的飛機 20年前的飛機 大概是20年 因為美國他們的轟炸機 已經是30年前的產物了 後來的話就是打中東戰爭 幾乎都沒有在用哦 雖然說在科技力度上 不比美國 但目前的高低配挺恐怖 為什麼呢 他們的轟20可以走高空 但他們的低空單單轟6 有200多架 單單在整個東部戰區 目前的空軍的一個火力 接近1000架 所以他們是以數量來做取勝 量真的太大了 但想不到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台灣出了點大事 什麼大事啊 事情發生在三個月以前 這個是在9月15號 目前再由週刊來做 整個所謂的一個披露 發生什麼事呢 中科院財電所的負財工程 居然產生大火 而這個大火呢 對於台灣的飛彈 可是有大影響 為什麼呢 很多據說這種高級材料 很多的高級材料 慢慢車慢慢做 他要逐漸累積累積累積出來的 所以呢材料已經受損了 據傳包括了天弓天艦雄風雷霆等等 這些飛彈 後面的生產都會往後拖延 那這件事情後面要怎麼辦呢 這個讓中研院來做說明喔 這個目前是週刊所談論到的 但美國 美國之前很擔心啊 你知道擔心什麼嗎 高超音速飛彈 目前全世界在高超音速飛彈的部分的話 是由中國 俄羅斯跟北韓來領先的 而且北韓金小胖呢 動不動就開發 動不動就開發 手上到底有多少飛彈呢 也不太清楚 但現在呢 美國苦追 經過了三年的一個苦追 快追上了 快追上了 先來談喔 昨天就在美國的加州 美國的空軍B-52堡壘型轟炸機 帶著AGM-183A在整個試射之後 據傳獲得重大成功 這個重大成功有幾個要素喔 很多人會說為什麼他們的超級音速飛機 音速飛彈要掛在飛機上你知道嗎 到處都可投射 我就沒有地獄的問題了嘛 我有空憂 我在全世界 美國目前在全世界80個國家 擁有700個各式各樣的基地 單單可加油的 跟海上的基地有350個 我隨時都可以起飛 我起飛的話呢 據傳他們這次的一個試射成功 是5倍音速 射程是1600公里 但5倍音速他們都覺得很開心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還沒到極速 還沒到極速 這一款飛彈據傳從高空試射之後呢 飛彈一般射出去都往下對不對 他往上跑 那為什麼往上跑你知道嗎 又起他會在同溫層 跟東風跟整個東風17一樣 他會在上面跳動 那一直跳動的時候呢 據傳他最快的速度呢 可以拉到多少你知道嗎 時速20倍馬赫 然後這時候的往上走 再往下穿 用整個直線速度往下跑 他往下跑的時候就會越跑越快 所以呢 對於美國來說的話 他們認為 因為他們擁有全球的空優 在有空優的情況之下 這個具有全球投射能力的 這個是最好用的 但有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 什麼事情更重要 未來是無人機時代 這個大家心中有譜了 對 但無人機很便宜啊 飛彈很貴啊 未來要怎麼來對付無人機呢 那過去很多人都在想雷射武器 那雷射武器有他的缺點 什麼缺點 例如呢 我們去看很多事情 看光線 水氣很多的時候 是不是光線就會繞來繞去 對 你一來有功率的問題 二來有折射繞射的問題 三來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充電 想不到美國跟以色列 居然就在最近說了 可能就在明年 這個是300K瓦的雷射武器 陸射型 他敢說用陸射型就代表 未來到處都可以用了 尤其我們兩年前在討論雷射武器 通通在海上 你知道為什麼要在海上嗎 發電機才夠大嗎 對 我發電機不夠大 我哪那麼多電呢 但現在這種300K瓦的呢 他們現在可以直接來做 整個所謂的向上的一個攻擊 以鐵糧為基礎 高能雷射武器系統 會在明年開始來做整個執行 這個一執行 全世界的戰術 會產生天翻地覆的一個改變 那美國也在改變 美國也改變了 現在的科技呢 就是高科技 高科技未來要輕量化要精準化 各位都曉得那個刺針飛彈 如果各位看過那種電影啊 還是看這次的俄乌戰爭 很長 其實攜帶不是太方便 那美國現在已經說了齁 未來要開發單兵更容易用的武器 所以這個叫XM919 好可愛啊 小小一顆 如果按照這個目前的重量 一個單兵大概可以帶三枚 然後呢 現在呢第一個更輕 更準 更容易上手 而且可以減少所謂的攜帶的壓力 隨著高科技的一個進步 未來呢全世界 不管是陸 海空 都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好